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逸零派90秒單元 今天跟大家聊聊水質的問題 其實台灣的水質是相當的好 一般來說水造成沖煮的問題比較不嚴重 但是人會有少部分的人 家裡使用的是逆滲透的過濾器或三泉水 那你的問題可能就比較大囉 好 首先我們先聊逆滲透 逆滲透的水質基本上非常接近純水 也就是水裡面是沒有礦物質的 那礦物質是有助於咖啡分子的萃取 因此你使用逆滲透的水 應用在咖啡沖煮上的時候 容易讓你的口感喝起來是沒有風味的 可能只有微量的香氣和果酸 可以說在萃取上是比較困難的 那也因為沒有礦物質 所以我們就必須把研磨度調得更細 或使用更長的萃取時間 否則就會沒滋沒味的 那相反的 如果你使用的是三泉水 那礦物質含量就會高出許多 那你煮出來的風味可能也會變得非常多 就看你的礦物質含量高不高 但是也增加了很多煮出苦澀味的風險 一不小心你可能就會煮出過多的巴底 甚至是苦澀味 因此你在沖煮的過程中 你就必須減少萃取的時間 或是將研磨的粗細度調出 才可以避免過度萃取的狀況發生 那以上兩種比較特殊的水質來看 實際上台灣大部分的水質算是比較正常的 只要經過簡單的過濾系統 把比較大的懸浮為例 然後濾過濾掉 基本上都非常適合用來沖煮 而不需要經過太多的調整 那台灣身為一個水質如此優秀的地方 對於咖啡米來說 真的是一個福音 相比其他水質狀況比較特殊的國家 譬如說 可能礦物質隨便都破兩三百 或是管線比較老舊的 那沖煮難度都會比較增加 那我們真的是處在一個比較幸福的環境裡面 所以大家就要多多手沖了 好 關於水質的部分呢 今天就簡單說到這裡 還有非常多的內容等著跟大家分享 請大家多多關注和訂閱 那任何問題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今天的一拍九十秒就到此為止囉 謝謝大家 掰掰